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何颖钦是中国战区陆军主司令 港村宁次是日本对华派遣军的总司令 因此何颖钦代表中国政府受降是最合适的 这场大戏的主角无疑是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后期 为了达到彻底灭亡中国的目的 日军的大多攻势都是围绕着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展开的 所以到了抗战结束时 国军的主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地区 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 大多散布在华北 东北 江南等以后 而且他们的根据地与日军占领区悬崖交错 如果按就近缴械的原则 那么分布在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日军都得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 这样的情况对国民政府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因为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七万 急速扩张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获得了日军的装备 那么国民政府的统治就是名存实亡 面对如此情况 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 接连下了三道命令 一道命令是给国军各部的 要他们积极向华东华南的敌战区挺进 接收日军的装备 进驻日军占领的城市 一道命令是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的 要他们原地待命放弃对日军的进攻行动 还有一道命令是给日军在华最高司令长官港村宁次的 要他截至各地日军 在国军或是美军没有到来之前 不要向任何军队投降侥幸 这样的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当然不服 于是彭德怀也发布了两道命令 一道是给八路军及新四军各部 要他们按照波子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 设定之受降办法 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 收缴其武器资产 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命令特别说明 如有拒绝缴械的就地消灭 一道命令也是给港村宁次的 要港村宁次的部队 就近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投降 另一方面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还在想方设法地 阻止国军向日军占领区前进 根据当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写的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中记载 从1945年10月上旬 截止到1946年的2月份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分别在金浦路 刁济路 龙海铁路东段 及山西境内的铁路上 想办法让国军无法向寿降地区集结 同时共产党的军队 还在对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发动进攻 在日军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周 共产党的部队就向天津发动了进攻 在天津的日军拒不缴械 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的日军 一方面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械投降 一方面又一再催促美军和国军 赶快来接收城市和装备 早在苏联刚开始参加对日作战的时候 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战后对日受降与缴械的准备 这么早做准备 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两个武装集团 国共两党谁缴械多 战得的战略据点多 谁就在未来的对抗中占得优势 国共两党就在统一带 山本人统一带 有何人会接受人的军有 那是军队的军队 是军队的军队 那是军队的军队 是军队的军队 你是军队的军队 你这么多的军队 我这边跟军队队的军队 的军队正在军队队 军队队的军队队 你渐动的军队队 我这边也有了 军队队的军队队 你再会参加对军队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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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